单身是治疗关心病血管堵塞的绝佳中药 可以帮助我们活血化医改善血液循环 减少血栓的形成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单身如果搭配上这两位药 治疗关心病血管堵塞的效果会翻倍 大家点上小红心收藏好 这个方法呢 历经无数次的临床验证 使很多的关心病患者避免了手术指甲 无论是血管的狭窄 低密度脂蛋白高 动脉的周样硬化 还是关心病啊 心脚痛啊 气质血穴这一类型的都可以来试一试 方子呢非常简单 有单身30克 弹箱和沙仁搭配在一起 根据情况加减用量不用特别多 5克就可以了 用砂锅呢反复的煮当水喝 待茶饮 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呢 症状就会明显的得到缓解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对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呢 介绍给大家的这些食疗方法 你都可以试一试 如果你也有血管狭窄 血管斑块 动脉周样硬化 关心病 脑梗后遗症这些问题 可以多看一看我的科普视频 希望能够让大家受益 大家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点我的头像和我来说一说 或者把你的报告发给我 我看到以后呢会帮你解答 好